如果有一天 我回到重前 回到那個最原始的我 你是否會覺得我不錯 好的 歡迎回來玉世界 那我們回到少女回戰 好久沒有拍少女回戰系列的部分 那這次活動 剛好其實前陣子卡在玉世界 剛好染疫一直沒有辦法去做影片更新 那我好不容易出關了 那就分享一下這一次趙雲的部分 那其實我們一直在等 其實也是在引頸期盼 因為一開始來說的話 趙雲除了他可以復活之外 其他的技能來說並不是非常強勢 所以在台版來說一直被很多玩家 就是說 先擱著 先放著 如果沒有出UR加的話 真的是不要練 不要練 那好不容易等到日版出UR加 可是你也可以看得到喔 最強勢的在武將的分配來說的話 最強武將他的那個系列來說的話 諸葛亮還是在最上面UR加的部分 再來就向然後再來張良 然後第四名居然是這個趙雲部分 已經被他被評比成第四名部分 也就是說他的整個不管在復活也好 或者是輸出傷害等一下可以來講 那我覺得他都會比比起其他角色 比方說之前的版本比較強勢的呂布也好 或者說有一陣子在講的這個時空之主 居然都壓在他之上 那為什麼在他之上 我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你可以看喔 我們從圖面來看就好 趙雲從最開始的SSR 的圖面 這張真的是 好 你懂我的 好 第二張的時候開始穿起棒球裝 然後略帶一點比基尼泰的那種感覺 然後這個小短短褲喔 配上這個絲襪部分 準備打棒球 這個真的是也是非常的驚艷 我覺得畫風來說都還算不錯 而且那雙風 我覺得就是那種大小是蠻OK的 然後那個整個看起來的感覺 然後後面還有光給打下來的感覺 就是非常的陽光的 給你那種感覺 那從技能來說的話 我覺得技能面還好 我們從轉到UR加之後 兩邊來對照會比較清楚一點 來 看到UR加的部分的話呢 他走的是一個比較像是 跟他約會的一個休閒風的感覺 那你可以看得出來這個胸部 其實是感覺 因為我們從這邊看不到側面 那從這邊又看到側面的時候 他也算是一個給玩家一個福利啊 讓你知道說 原來趙雲真的是非常的波濤洶湧 那這裡呢 從原本的黑絲襪改成了白蕾絲的部分 然後沒有改變的這個短裙部分 然後這隻短裙改成牛仔褲的短裙 那搭配一個所謂的 應該是愛心哥背包嗎 我也不知道 我覺得畫質來說的話 再配上他的長髮真的是無可挑剔啊 就畫風來說的話是OK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整個技能來說的話 我們從最前面來 一點點錯不好意思 從原本的訊息造成100%的物理傷害是一樣的 然後再來的話 從安打 就是打棒球的部分變成 技能變成是想親親 你想跟他親親嗎 除了說最原始陰氣的陰傑霸氣 那陰傑霸氣他是會造成必定命中 而且會必定會心一擊喔 所以這個是趙雲比較強勢的地方 那他會使自己這樣的狀態持續三個回合 那會對敵人造型4次的這個物理傷害部分 那從原本的除了說單純打擊 神秘靈最低的部分的話 他每造成 這個從UR加之後上去之後 從700變成是800 而且 最後面這段敘述是最恐怖的 假設對方 這個是已經沒有 因為UR加 UR的部分的話 並沒有後面這段敘述 然後等你衝上去 這個也是為什麼 UR加評比這麼高的原因喔 他是這樣子的 假設對方沒有重傷 所以他已經不是說我專程挑 除了挑生命值最低的那個角色 那如果說他沒有重傷 也就是沒有 怕好戲喔 就沒有打不死他就不甘願了 不甘心 所以他的目標假設沒重傷的話呢 後續的傷害會翻倍喔 而且他會疊加 最高會造成6400% 6400% 這是有史以來應該算是比較高的 整個疊加的這個狀態出來喔 那他會對於一個生命值最低的敵人呢 造成總技能的一個50%的真實傷害部分 並且他會無視對方抗星跟這個防禦部分喔 那這個也是趙雲喔 他這一次從UR登 我覺得有點 嘖 還是有點後遺症 有點像是登大人的感覺 而且是非常強勢的登大人喔 那非常的厲害 非常厲害 這個是難以訴說 那從這個我們的滿冠全力打部分 變成拉拉手的部分 那他從原本打3個敵人 變成是打4個敵人了 這整個是輸出傷害是往上做提升 然後又把整個 從原本的800%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800%到2400% 直接從給 這樣直接提升200%出去 然後最後的3000% 是差了600%的物理傷害部分喔 那當他本身的這個生命值 越低的時候輸出傷害就越高 就是說今天趙雲 你看喔 趙雲是他會被重傷的時候 會回來 會爬 從地獄爬回來 那你今天如果說 再搭配這個情況之下 這個時候的趙雲 他就是血量比較低 然後呢 他的輸出傷害就在下一回合 又會爆出來 然後你看喔 我覺得他強會強在哪裡 最最令人覺得噁心的是在於說 他除了附加 他會附加60到100%的傷害 那自身生命值越低的話 附加傷害越高 而且我覺得我最喜歡 就是他會無視防禦跟抗性喔 我們今天打人 呃痛不痛的話 還要看對方的整個防禦狀態 跟一個整個不良抗性狀態 來去做一個評估喔 那我們今天的輸出傷害 如果不會因為所謂的防禦抗性 或者是其他的部分去做抵消的話 那我們打出傷害值就會比較驚人一點 比較驚人一點 然後原本的刺濕部分呢 攻擊力從42%提升到60% 會心傷害從原本42%提升到60% 他其實是完全往上做大量的提升部分 然後再來的話 在這個所謂的超專注一級部分 也就是今天趙雲被重傷之後 他會清楚自身所有不良狀態 就是說他就是 等於有點就是 我的原本的不良狀態導致我死 我重傷 然後現在就是直接回來之後呢 就清除自身不良狀態的部分 然後他會直接回血 原本從回血的42% 直接提高到60%喔 今天最怕就是說 我起來之後回血起來之後呢 血量不高 然後又被對方給K下去了 那而且他這個趙雲呢 一起來之後會有龍膽狀態 那龍膽狀態的話 他會把自己的異常抗性的往上提升80% 會心傷害的承受傷害降低80%喔 今天對方的爆擊 爆傷對你來說是比較 整個是往上 整個往上去做防禦性的部分 去往上做這個堆疊的喔 讓他的這個爆擊部分是爆不出來 最後再來你看靖果部分 靖果部分的話 他比原始這裡還多出的靖果部分 他如果說本身處在英傑霸氣 就是說你前面這個英傑霸氣 不好意思 有的話 他這邊的話呢 就不會受到反彈傷害的部分 就是我今天打的 我今天本來自己輸出就很痛 那對方剛好又有反彈輸出傷害的話 就變成說我比較可憐耶 我邊打對方我可能 如果對方不死的話 我要接受反擊部分 那他整個就是無視反擊部分喔 那也就是非常的 這個技能也真是給我一個噁心的啊 我真的覺得 這一隻趙雲的角色呢 是必須入手 而且必須要練的部分喔 他的整個技能呢 整個描述來說的話呢 都非常非常的驚人喔 那你看喔 他在使用主動技能時候 如果造成傷害有異傷出來的話 異傷會轉給防禦力比較高的一個角色部分 然後並且是無視對方防禦跟抗性的部分 必定命中喔 也就是說今天他打的痛症就算了喔 多出來對方已經 已經重傷了 還讓他可以異傷 有點像是劍色的感覺喔 如果說有玩家玩過那個所謂的群雄 也不算劍色 劍色其實是 劍色應該是打一個人 然後他會把一些傷害給 涵到其他的部分 變得有點像是範圍技的部分 那我覺得有點類似啊 我覺得可是這個異傷的這個效果 那你今天思考一個點喔 如果我把所有的時間灌給趙雲的話 趙雲輸出實料的異傷 就會對對方的其他角色再造成傷害的部分 而且是專打對方防禦比較高的部分 並且他會無視對方抗性跟防禦部分喔 你只要看到無視防禦跟抗性這個 就讓你可以稍微的開心跟高興起來喔 因為畢竟你看喔 前面的無視防禦跟抗性部分 他都是只有真實值的60%跟100%的這個部分喔 那這一個的話 異傷是他並沒有談論到 他真實值輸出傷害部分 只要異傷就直接給他多餘的傷害部分 那他這裡的話呢 還有敵方生命值被鎖定的時候 超出的部分呢 異出傷害就不會再繼續轉移喔 就是說今天只會 這個傷害轉移的部分 只會轉移一隻角色而已 他並不會轉移到其他角色部分 那比較特別的是喔 如果轉移之後目標的 目標是力量武將喔 他的異出傷害會 傷害又再往上做堆疊喔 今天如果是就表示說我去打的是呂布 或者是助龍這種 力量型角色的部分的話呢 他更吃香喔 更要熟 所以他根本就出來去克呂布這種 難怪他會在呂布之上 我真的沒有意見喔 你看喔 他在呂布之上 為什麼會去做克制的效果出來 是有的 而且為什麼他又在軍那個時空之主 你看時空之主他也是力量型的角色 那在他之上的話呢 其實還有一隻向羽 也是力量型的角色 那我們 其實我也蠻期待向羽的出現喔 向羽的出現這樣子喔 那最後這個在呃 呃 呃 純戒戀情的部分的話啦 從原本的37%會獲得一個 就是說自身只要有會心一擊的話 37%提升到40% 會可以獲得一個落陰部分 那累積4名或已經就會進入陰式狀態 那大家都知道 那除了原始可以增加攻擊力之外 他變成是說他可以 而恢復自身的血量20%部分 那如果說本身是龍膽狀態的話呢 龍膽會直接延長兩個回合喔 我覺得他整個把趙雲的硬度喔 就是往上做提升喔 龍膽的狀態就是剛才有提到說 他會針對整個異常抗性提高80% 會心傷害承受一擊呢 減少百分之80%喔 對方爆擊是爆不出來的喔 那怕就怕他的真實傷害的部分這樣子喔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來說的話 趙雲就會是一隻非常很強勢的 有點算是肉盾 那有他的扛傷的能力呢 是沒有話講 而且他又有輸出傷害喔 算是一隻非常強勢的角色 但他的那個又不是無力量型的角色 他是敏捷型的角色 所以你在找 因為未來來說的話 你可以看到 你去玩這個征戰部分的話 在試煉這裡 開始會有無限試煉部分的話 他會有一些 兩隻敏捷啦 或者是兩隻力量 或兩隻自力的角色 需要去 你開始必須要去做調配喔 未來來說的話 你必須要去調配好 你的這個平均去練起來喔 你不能單純只練某一個陣營部分 那你起碼要把自力啊 敏捷跟力量的部分呢 稍微的多練 大概兩隻左右 以兩隻兩隻為主 其實能上場就是六隻嘛 那你就各分配222的方式來去做練武這樣的動作 所以這一次非常推薦各位玩家呢 可以去把趙雲給抽出來 如果說你是 因為金彈也快到 所以你可以先搭配金彈的活動 然後甚至說這一次 二分之一的這個 所謂的半年的週年慶來說的話呢 他在拼圖這裡又需要去耗費8萬的元寶 才可以去換到這個部分 那其實我覺得他有改變 從原本的換這個所謂的靈魂碎片之外 他可以有其他兌換的方式 那原則上還是去建議玩家可以去換碎片 會比較好一點 除了說你已經有這個 UR加的基屏 那如果有的話就可以去換其他部分這樣子 好 那影片就到這裡告一段落 喜歡影片的人 別忘記幫助於是影片點讚 還有沒訂閱觀眾朋友呢 幫助於是訂閱起來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掰